国产系列剧要想拿下好口碑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对于好剧品出的正午阳光来说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2018年一部大江大河横空出世 不仅拿下8.8分的豆瓣高分评价 还斩获飞天奖、白玉兰奖、精英奖三大奖项 是十大十的口碑大作 而2022年 2022年问世的大江大河二 竟然也延续了上一部的口碑 豆瓣评分依旧不变 还斩获六项白玉兰奖的奖项提名 这可让观众暗暗成奇 两部大江大河的成功 让正午阳光的名头愈加响亮 而主演王凯也是凭借该系列 获得两次白玉兰试地提名 说它是国剧一哥 真的一点都不过分 不过观众还没等到大江大河三 倒是先等来了王凯的另一部大男主剧 《向风而行》 目前该剧已经首发了《人物海报》 看着阵容目测又一部大火剧要来了 《你是我的荣耀导演》操刀 王凯再演大男主《向风而行》 讲述了货运女飞行员程骁 谭松运饰演 《萨爽不羁》 即将晋升机长之际 由于公司改制来到客运部 却因与环境格格不入被降纸观察员 重新开始 不料公认的铁穴上司和魔鬼教员 顾南亭、王凯试验 竟成为承销的直属上司和导师 不对盘的二人之间火药味十足 各式各样突发航空事件 接踵而至 冰火碰撞的飞行员师徒 要如何化险为夷 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的导演王之 也是暑期档大热剧 《你是我的荣耀》的导演 能将整个七月变成粉红色的同时 还稳稳地把握了主角的职业特征 王之导演的实力可见一斑 此外 王之还导演过《怪你过分美丽》 《伟大的伟》等影视作品 可见他对于角色的成长 以及职场的刻画 是有一定功底的 由王之来指导向风而行 基本上是可以令大家放心的 同时在《向风而行》中 出演男主顾南亭的 是实力派王凯 王凯的演技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清平乐》中的宋仁宗 《大江大河》系列中的宋运辉 《狼牙榜》中的萧景演等等 几乎经他之手的每个角色 都被其演绎的活灵活现 而《向风而行》中的顾南亭 这种比较刚正不阿式的人设 对于演过萧景演的王凯来说 也并不是什么男士 且从王凯在《欢乐颂》中的表现来看 他演感情戏也并不违和 选择王凯担任男主 对于《向风而行》来说 应该是很大的亮点 携手两大女神 阵容令人期待 而除了王凯 《向风而行》的其他演员也是颇有看点 在剧中出演女主承萧的 是实力派谭松韵 谭松韵的演技是可圈可点的 在和刘浩然搭档的《最好的我们》中 江耿耿平凡演得非常传神 令不少女孩感同身受 却谭松韵在《锦衣之下》中的表现也很精彩 被严大人劫持后一滴泪 简直滴到了观众心里 人长得可爱 演技又好 这样的谭松韵 简直是女神级的人物 不过《向风而行》中的《成肖》在设定上 是很有萨爽郁姐范的 娃娃脸的谭松韵 能否凭演技弥补外形上的不搭 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同时周琪琪也出演了《向风而行》 说起周琪琪可能很多人不认识 但要提到《狼牙榜》中的《公羽姑娘》 可就会令大家恍然大悟了 她在《狼牙榜》中的装照非常精致 而对梅长苏的痴情 更是增添了不少人格魅力 女神周琪琪的参演 对《向风而行》来说也是一大亮点 另外 老矽谷刘军也加盟了《向风而行》 刘军可是闸蝶专业户了 无论是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中的《红狼》 还是乔家儿女中的乔祖旺 都被她演得既逗乐又可恨 不知道此次刘军会演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从题材上看 《向风而行》是很偏向职场剧的 而如何在职场剧中刻画好爱情 是该剧的一大难点 不过相信在有了《理想之城》做先例后 《向风而行》的制作团队也有了把握 《国剧一哥王凯作证》 还是谭僧韵 周琪琪等女神的加盟 《向风而行》成为大火剧是很有希望的 期待她的到来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上线两天全网热度第一 不愧是你们期盼已久的王一博黑马剧 近几年的古装剧市场真是越来越红火 好剧更是层出不穷 张若云主演的《秋雨年》播出期间 不仅热度一期绝尘 豆瓣评分更是高达7.9分 播出后更是将各大奖项一并收入囊中 同期作品很难与其比肩 之后任佳伦和谭松韵主演的景一之下 累计播放量突破37亿 豆瓣评分7.5分 播出期间 陆大人眼神开车 六元一金虾CP更是频频登上热搜 打开了全民课CP的时代 而去年 赵丽颖、王一博主演的《尤斐》 已经播出便掀其网络热潮 播放量突破55亿 播出期间累计获得25次熟视日贯 王一博也凭该剧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和实力 但在这之后 王一博却一直没有新剧与观众和粉丝见面 不过好剧不怕等 眼下王一博又一新剧《风起落》开播 仅仅才上线两天 直接登顶热度榜第一的位置 不愧是你们期盼已久的王一博啊 出手即王诈 一部黑马剧又有诞生了 画面精美 尽显文化底蕴 剧情紧凑的良心之作 《风起落阳》这部剧 讲的是混迹于市井的高炳竹、黄轩氏 世家公子百里红义、王一博氏 和朝廷官员武思月、宋倩氏 联手侦破洛阳悬案的故事 从故事梗概上看 《风起落阳》这部剧 以唐朝时期下的洛阳作为背景 在女皇武则天的统治下 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众所周知 大唐盛世的繁荣景象 而根据官方给出的信息 在《风起落阳》这部剧中 还原了一千多处 大唐盛世下的场景 演员的服装共计有五千多套 造型饰品、道具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尽可能地为观众呈现出唐朝的强盛 当然片方的用心确实打动了观众 从剧一播出就有不少观众感叹 这剧组实在太有钱了 简直就是土豪行为 每一帧画面不仅精美 而且也尽可能还原历史 真是尽显文化底蕴 比如《白丽红一大婚》这个片段 无论是不仅群演的服饰 还是主角穿的婚服 都尽显大气奢华 老编看了都忍不住想说一句 以后结婚都按照这规格办 这不比穿白婚纱美多了吗 除了视觉效果满分外 《风起落阳》这部剧的剧情 也是环环相扣 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沓和注水 就连紧张感也是点到为止 在吸引观众的同时 也不会过度透露剧情 每一步都恰到好处 观众更是不敢快进 生怕有没跟上的地方 就差拿个本记笔记了 一开始就直指主题 用告密者引出后续当街追杀 高炳竹刑讯逼供 白丽红一追查告密者线索 五思月查案 高炳竹认罪等事情 虽然是多线并行 但衔接得非常恰当 看剧的时候 丝毫不会觉得混乱 在节奏感的把握上 可以说是非常舒适了 《风起落阳》这部剧 无论是剧情 还是剧中的浮化道 都可以说是古装剧中 天花板的存在 实打实的良心之作 基本上可以预定是爆款剧了 神仙选角 全员演技在线 《风起落阳》这部剧 不仅剧情精彩绝伦 而且在选角方面 也堪称神仙选角 黄轩饰演的高炳竹 以一个蓬头构面的形象出场 但谁也想不到 他还有多重身份 而且在演技方面 黄轩也没有让观众失望 打架时眼神伶俐 受审时却又眼神坚毅 丝毫不畏惧酷刑 心中更是早有绸缪 这个台诗人的角色 让黄轩演得太有魅力了 王一博饰演的白李红毅 不仅智商极高 擅长推理 而且还是一个美食爱好者 洛阳神都名副其实的一枚吃货 完全可以把白李小公子 看成洛阳城内的潮流风向标 永远有一批小迷妹追随 虽然王一博的演技饱受争议 但在白李红毅身上 可以看出王一博演技的进步 吃到美味时开心地冒泡泡 不小心去青楼时紧张地搓搓手 而面对联姻时 则是心不甘情不愿 不少观众说到 白李小公子的嘴 觉得可以挂两壶油了 而宋倩饰演的五思月 作为剧中的女一号 不像其他剧的女主热衷爱情 反而专心搞起了事业 一身华服又美又撒 打戏更是行云流水 但越是这样 观众越期待后期 她跟黄轩的感情戏了 除此之外 风起洛阳这部剧的其他角色 也都大有看透 比如饰演圣人的永梅 一出场就气势十足 把女皇范拿捏得死死的 还有饰演白李红毅妻子 柳然的宋毅 不仅颜值没掉线 演技也是满分 一个镜头直接就征服了观众 简直就是视觉暴击 总而言之 风起洛阳这部剧 可谓是满足了热衷古装剧 全谋剧观众的追剧热情 无论是剧情 还是剧中精美的服装 饰品都是一绝 质量上是肯定没有话说的 虽然这部剧才播出了两天 但观众的追剧热情 却持续高涨 相信这部剧 只要能继续保持前几集的质量 爆款肯定是没跑了 那么你看这部剧了吗 是最后一部的剧 不能还有一列 它是最后一路的剧